再来关注一下近日河南一校长自办庆祝活动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不少媒体报道称 10月26号河南洛阳某校校长自办从教35年的庆祝活动场面宏大 据这位洛阳市建中实验学校的校长田建中称 他们是一所民办学校 活动当天还特意邀请了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之子华光来到学校为学生举行讲座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 吸引了千余名的学生和家长前来 参加活动的家长属于自愿 并没有收取费用 现场通过抽奖的形式向学生们赠送了一批学习用品